遺憾的消息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新墨西哥州 周末举行了一场航空战 没想到发生了飞行员 不幸坠机身亡事故 死亡飞行员是曾经指导 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的特技飞行师 媒体捕捉到释放当下的画面 看到失控的飞行直线下坠 之后坠落地面扬起烟尘 身亡的飞行员科曼当天 应邀在新墨西哥州的航空展上表演 他驾驶了一架双座位特技单翼飞机升空 可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 在场所有人就目睹了飞机失控坠毁 科曼曾表演过3000多场特技飞行 坠机事件发生之后 航空展也喊停取消 而至于这起坠机事故的原因 目前当局仍在调查当中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